高警官講故事 聽過不孝子傷透父母心 然後最後遭到報應 我們喜歡聽到報應 我們當警察那麼久 看到不孝的 很多都是寵出來的 都是寵出來的 那有一次我去處理一個 在那邊死亡案子 那法醫檢察官一看的時候 一看原來他旁邊很多酒瓶 那這我就聯絡當地的轄區 我說把他的資料調出來 那才查到說原來這個人 常常在轄區裡面 對著他的父親母親動輒打罵 隨時隨地三至金五至金 就把他爸爸抓來撞牆壁 把他媽媽這樣 就說你不去死一死 那因為他是拍出所的頭痛人物 那突然在那邊死掉的時候 就通知他媽媽來到現場去認識的時候 他媽媽淡淡講一句 死啊 就這樣死掉了 也沒有很傷心 原來他還有一個姐姐 那他爸爸媽媽非常重男輕女 從小就很討厭女生 但是喜歡那個兒子 所有的東西物資都給兒子 那也明確的跟他的女兒講 你以後一毛錢都沒有 那所以所有鄰居都知道說 他就是從小很寵那個兒子 但是他常常也聽到他的老爸爸老媽媽被他打 哀哀叫 潘屬所去到現場 媽媽又說沒事沒事 反正因為這種家裡的家暴 當時沒有什麼叫家暴法 那所以父親母親被他這樣恐嚇淋虐之下 曾經為什麼開始敢恐嚇他 因為他那時候沒有工作 他從退伍回來完全沒有工作 但是沒錢啊 那老爸爸媽媽也是務農啊 沒有錢啊 他就跟他爸爸講 你山上的土地房子給他拿酒錢 就叫他房子去借錢 設定 那借錢了之後 錢他也不工作 他跟他爸爸講說要去投資做生意 他也沒有工作 就把那個錢拿來四處去花朋友來喝酒 就把他花光光 生活就是喝酒喝酒喝酒 那等到他死掉那一剎那的時候 他爸爸跟他媽媽旁邊的鄰居講說 你為什麼不找你女兒回來 他說我沒有臉找他回來 然後是由我們轄區的派出所同仁 打電話給他女兒 他說你爸爸你兄弟死了 那你爸爸媽媽希望你回來 你願意嗎 他女兒很快馬上就從羅斯福路那邊回來 回來之後 處理他弟弟的後事之後 當然後面他女兒也把他爸爸媽媽 接過去住嘛 反而其實真的是 女兒是比兒子還孝順的 那事實上來講 你周遭如果有這種類似家暴的情形的話 其實我們還是要更加薄 多盡力分析力 通報一下 是是是